奥巴马政府要求石油业巨头英国石油公司立即澄清它有关为墨西哥湾严重漏油所导致损失付款的承诺 美国内政部部长肯萨拉查和国土安全部部长珍妮特纳波利塔诺 在给英国石油公司首席执行官唐熙华的信函中说 公众有权明确了解英国石油公司的承诺 这封信指出英国石油公司主管人员在一系列声明中说 该公司将支付所有必要的清理污染费用以及与这次漏油事件相关的合法索赔 即使费用超过石油污染法中所规定的7500万美元的上限 与此同时英国石油公司说该公司的工程师星期六再次尝试 用一条将近两公里长的管子收集从油井泄露的石油 英国石油公司说由于海底的管子支架一位 第一次把管子插入油井的努力失败